現在燒麻糬 冬天很想喝一碗熱呼呼的薑湯 這一集一定要鎖定 肉餅揉麵湯好累 你要揉嗎 我看你可以撐多久 保證學會有的大廚菜 寶寶是一樣帶大家由台灣 怎麼樣做出一道好吃的台灣小吃呢 今天帶大家到客家莊 苗栗或是新竹 或者是現在很多的夜市 都有一個叫做 冬天或者是 你覺得你很想喝一碗熱呼呼的薑湯 那你這一集一定要鎖定 薑湯要好吃的秘訣呢 要找烙薑 老薑就用拍的就可以了 這個薑我一直在強調 洗乾淨就好了 不可以脆皮 脆皮之後呢 它就變成比較寒 現在這個薑啊 我們把它乾煸 你把它乾煸之後呢 它的香氣啊就會出來了 接下來呢 就要加入糖 黑糖 均勻的把它撒一下 然後一鍋水 你要稍微準備好 把它晃一晃 為什麼不要用鏟子呢 因為鏟子下去的話 它會沾 這樣差不多囉 就加水 再來就是加入白糖 把它煮開就可以了 接下來這邊來做麻糬 這個是糯米粉 我今天做的是進階哦 這是做鮮奶的 把它來拉糖 我取的比例是1比1 最傳統的客家裝啊 我們是用糯米薑 但糯米薑你不好取得 最容易取得就是糯米粉 攪拌好你就拿去蒸 拿出來你再用一點油 把它拌一拌 就變Q了 今天呢 我用不一樣的方式 用瓦斯爐加熱 你第一次做 不要像寶寶師做這麼多 就做200 先少少的先做 做這一道要耐心 要把粉炒熟 現在都結成團了 大概還要再炒5分鐘左右 這個油餅 那個揉麵糰還要累嗎 還累 你要揉嗎 怎麼用 要這樣壓 你要這樣嗎 哇你可以耶 你很可以 我看你可以撐多久 我可以換你了嗎 不行 基本的門檻至少要2分鐘吧 好 好啦換我來 好 它現在成團 你中間沒有壓的話 它不會熟 最後下油啊 它會變得更Q 也比較不會黏 已經好了 我拿一個盤子 記得也要抹一點油 先把它盛起來 割旁邊 接下來看我們的薑湯 我剛才喝呢 超好喝的 先來做薑麻糬 用一點點的油 這鮮奶麻糬啊 基本上這樣就好了 現在準備一個盤子 然後花生粉 鋪底 最傳統的做法 就是這樣 湯也做好了 我麻糬也做好了 就要盛盤上座囉 今天有沒有發現 我多加一道 這個就是夜市在賣的 燒麻糬 這個是我們客家的 油溫水 然後這個是牛奶麻糬 要怎麼吃呢 筷子這樣切 很軟啊 牛奶的 超好吃的 唯一要注意的就是 有假牙 你知道嗎 這個薑湯 我來喝看看 人間美味啊 像這個 已經泡到 顏色都出來了 牛溫水呢 這樣子做 是最入味 而且最好吃 還是要有注意的事項 就是 薑把它拍扁之後 要乾煎 它的香氣才會出來 記得不要去皮哦 第二點就是 麻糬 把它做好的時候呢 最後再加一點點油 可以增加它的Q度 最後呢 成品要拿起來說 底下你可以墊花生粉 或者是油 這樣才不會沾黏 這三道 呈現給我們的粉絲們 希望你會喜歡 動手做看看吧 掰掰 掰掰 跟緊急